按照这法觉描述啊 想要开始修炼成一层 神识本身就要比一般同阶存在 强大背序以上的样子 而肉身的要求就更加苛刻了 就算是同阶专修肉身的极端异类 也不过勉强符合条件的样子 若是两者只选其一呢 虽然符合的少之又少 倒也能找出一些出来 两者均满足的呢 不能说灵解没有啊 但是绝对是凤毛灵脚 毕竟对一般的修炼者来说 神念相对肉身肯定是弱小许多的 专修断体的极端存在 没有法力的支持 神念也绝对强大不到哪儿去的 那么至于这个 法觉的后边第二层第三层 对修炼者的修炼要求 就更加的逆天了 月先只是那种专修法力之人 当初一看到这个条件呢 自然大失所望起来 不过就像此女原先猜测的那般 在经文的最后边确实给了一个解决此法的办法 那就是呢 给出了两张从未听闻过的丹方 一个叫弥钢丹 一个叫宁魂丸 按照上面所说 上面两种丹药 一个可以增加神识之力 一个可以改善肉身 两种丹药经过长时间一同服用之后 就可以让修炼者 慢慢达到修炼这个炼神术的条件 具有如此不可思议神效的灵丹 那自然不是灵界之物 上面纵然呢 把这两种丹药写得详细无比 甚至连炼制的步骤都讲述了一二 但是所用的主材料 没有一种是韩丽听说过的 想要在灵界炼制出这两种灵丹来 根本是天方夜谈之事 韩丽一看文 炼神术修炼条件之后 亥然之下也松了口气 他走的是法体双修的路子 神念因为先前修炼大眼觉呢 也是远超同阶存在的 而凡圣真魔宫 外加他的一些断体灵药的服用呢 也让肉身强横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 哎 故而第一层不用说呀 他现在这个阶段呢 就可以修炼了 第二层的话 只要把炼神术第一层炼成 增幅后的神识应该 能勉强符合条件 倒是肉身 除非将凡圣真魔宫修炼到了极致 再有一些机缘的话 哎 也不是没有希望达到这个要求 至于第三层的条件 韩丽只能摸摸下巴 满脸苦笑 不管怎么说 这炼神术能把神念一下增幅备许 用处之大 是可想而知的 别的不说 修炼成一层之后 韩丽自负 进阶合体期 起码能再多出两层的把握 就这般时间在韩丽参悟金传文中 一点点的过去 这一日 韩丽正在山腹中细细冥想之时 忽然听到处物灼中 一阵的嗡鸣声传来 他心中一惊 急忙双目一睁 朝手腕处扫了过去 只见处物灼中 一晃之下 竟从中自行飞出 三团金银色的灵光 正是那三枚广寒令 三枚令牌微微一晃 就在韩丽眼皮子底下 一下化为点点灵光 消失了 韩丽心中一领 随后感受到地面 微微地颤抖起来 附近的天地元气 也一下变得紊乱起来 难道是时候要到了 韩丽喃喃自语了一声 提表灵光一闪 化作了一道青红 飞射而走 片刻功夫之后 荒山上空顿光一脸 韩丽身形浮现而出 神色凝重地 抬头望去 这时候的广寒界上空 五色云雾翻滚浮现 阵阵狂风呼啸不停 地面更是连绵颤抖之下 大小不一的山石 从山上不停地滚落 一些高大树木呢 也在震动中 东倒西歪起来 黄山附近 更是各种飞禽走兽 从窝巢中涌出 发疯般地向空旷之地 狂奔而去 韩丽双手倒背于身后 双目缓缓地闭上 感应着附近天地元气的惊人暴动 脸上表情肃然起来 按照进入广寒界前 其他人的讲述 这种天地征兆啊 正是广寒界即将开始关闭的征兆 顶多再过半日时间 他们这些外来人呢 就会被此界法则 强力排斥出去 因为他们在出发之地的法阵上 留下了各自的印记 身上也携带了和法阵可以呼应的特殊法器 在返回之时呢 会被界面之力直接送回到出发之地的 韩丽双手一边心中默默思量着 在广寒界中的各种收获 一边不停地感应着天地色变的惊人天象 忽然他神色一动 面露诧异地睁开了双目 朝某一个方向望了过去 只见那边五色云雾翻滚的低空处光芒一闪 一金一白两道顿光直奔他所在的方向激设而来 这两道顿光摇摇晃晃 颜色也大为暗淡的样子 但是后面的白色顿光明显比前面的金光上墙上一筹 正在奋力地脊椎前者的样子 而前面金光呢 给韩丽一种颇为熟悉的感觉 韩丽目光中蓝芒一闪 就把两道顿光中的东西看得清楚了 面上献出一丝亚色来 前面金光中 一只金色巨狼催动着法力狂顿着 浑身皮毛都已经破烂不堪了 竟是那只已经遇到过两次的亡极暗兽 后边紧追的白光中呢 却是一只背生双翅的白色老虎般的怪兽 同样是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 却仍紧紧地拼命紧追不放前面的金色暗兽 这二兽一逃一追之下 外加本身元气均都大损 韩丽把自身气息隐匿得若有若无 二者静一时间呢 没有发现韩丽 韩丽目光闪动 心念一阵飞快的转动 尚未明白该如何面对着意外之事时 忽然呢 从他绣袍中传出一声低吼 吼声充满了焦虑和急迫之意 竟是暴灵兽 目然从灵兽袋中发出叫声 一副对远处二兽到来 异常激动的样子 感受到暴灵兽的异样 韩丽心中一动 自然想起了当初 此兽吞噬掉那几枚 高阶暗兽腰单之后 出现的那些至今尚未弄明白的奇异变化 当即望向远处金光中的眼神 渐渐的冰冷起来 一声雷鸣 韩丽背后的一对羽翅浮现出来 一山之下化作了一根青白光丝 不见了踪影 下一刻 王级暗兽上空空间波动一起 一个三头六臂的巨大金影 一闪地浮现出来 金影六条手臂移动之下 六道金色光柱狂喷而出 速度之快啊 几乎是这边方一出手 下一刻 那光柱就一下到了 金银色的暗兽身前处 原本以为 这头暗兽合体初期的可步境界 这些光柱攻击 纵然再出其不意 也有办法躲开的 但是现在此兽 早已经接近游禁灯窟 一身法力十成钟 都无法上存一成 纵然一惊之下 竭力一躲呀 也不过是避开 其中一半的攻击而已 还有三道金色光柱 一闪即逝地 击在了身上 轰隆隆的一阵巨响传来 刺目金光一下 把这暗兽的身形 淹没在其中了 随之高空中波动在位置一晃 一座千丈黑色飓风 和一口银色巨尺 一晃地浮现出来 并毫不迟疑地 向下同时一落 黑色山峰底部 无数银色符纹翻滚而出 形成一个巨大光阵 一股无形距离 瞬间是一照而下 下方金色暗兽 被三道金色光柱 击得一个翻滚 才刚刚摇摇头颅 勉强站起来 就木然感受到四周空气一紧 身躯重于万斤起来 他顿时大惊地一声大吼啊 身上毛发瞬间树立 化为了一片金芒四下 击舍而出 以金色暗兽合体初期的境界 若是放在平常的时候呢 这金芒自然可以 一下洞穿四周的静置 从而破掉身上的束缚 但是现在 体内法力不及原先一成的情况下 这金芒方一离体不过杖许 纷纷在距离一下 一颤得凝制不动了 暗兽面上京剧大线 纵人他有莫大神通 但没有法力 可谓是无水之源 又哪能施展出什么厉害的破解手段了呀 就在这时候 空中落下的银色巨齿一晃之下 道道池影发出风雷之声 一闪极致 纷纷积在了这头王级暗兽的身上 一声凄厉的惨叫声发出 暗兽肉身瞬间被无数银色的电壶包裹其中 焦壶的味道一散而出 扑的一声 一口青色巨剑从虚空中一展展下 金色暗兽在电壶和距离捆腹中 根本无法躲闪分毫 这青光一闪就被硬生生斩成两截 此兽身躯化为两片一分而开 一声暴鸣声响起 一只比原先小了近半的金色暗兽 突然在尸体之间浮现而出 提表一股血雾一喷之下 化为一团血光击射而出 一声轻一声从附近的虚空中传出 随着轰的一声啊 原本在高空的黑色山峰 从虚空中瞬移而下 竟准确无误地把桃盾中的血光 一压而下 但是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血光瞬间四溅溃散的同时 竟然又一道纤细金光从中一潭的激射而出 隐隐是一只拳头大的金色暗兽 此兽接二连三使用了金蝉脱鞘之术 一声冰寒刺骨的冷亨从高空中传来 荧光一闪 一只头颅大小的银色的火鸟 在迷你暗兽逃窜的前方诡异地浮现 双翅一盏扑下来 将这个来不及躲避的金色暗兽吞噬其中了 迷你暗兽连坑都未坑击一声 就被试灵真火化为了乌有 就在这时候 一声低沉的雷鸣 一道清白光丝 在银色火焰附近木然浮现 顿光一脸 寒厉的身形浮现出来 并抬手冲着银焰中飞快一抓 嗖的一声 一只拇指大小的金色的银盒 从火焰中被遗射而出 凭空落到了他手里 正是这亡极暗兽的妖丹 韩丽只是打亮了此物两眼 目光一挪向另一方向望去 在数百丈远的远处 那头背生双翅的白色虎妖 正面露惊惊地望向其手中的妖丹 露出贪婪之色 但又迟疑地不敢过来 韩丽双目一眯 抬手冲着黑色巨衫和银齿一招 二宝一声嗡鸣下 激射而回 恢复了原先大小 在四周盘旋飞舞不定 而韩丽自己拖着妖丹 在空中一动不动 脸上丝毫表情没有的 望着这白色的妖虎 这时候啊 空中的天象越发剧烈了 一团团五色云雾 开始浮现出一道道银色电弧来 借着倾盆大雨从空中直坠下来 把整个天空变得雾气茫茫 这白色的妖虎身形 一下在远处显得模糊起来 但是目光仍然闪动不定 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 韩丽冷哼一声 脸上现出一丝不耐 同时背后双翅轻轻一扇 一团团团的青白色雷球 开始在身后密密麻麻的浮现出来 噼噼啪啪的爆鸣声啊 一下大响起来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